接下來有請李恆青先生 媒體人士學者 Mr.李恆青 Media Personal and Scholar Who also came to Office of Tibet in Washington D.C. Mr. Lee OK 謝謝慈程加措先生的邀請 能夠參加這個會 我覺得今天已經到今天為止 達亚拉馬已經流亡62年了 在過去62年當中 中共一直不斷的打壓 希望消滅他的影響 但是他以他的智慧和他的慈悲感動了整個世界 所以我就想 我覺得現在因為達亚拉馬今年已經86歲了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 達亚拉馬能夠在有生之年能夠回到西藏去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呼籲 說讓中共應該允許達亚拉馬回到西藏 另外一個在追求民族平等這個問題上 就是應該說是一個 我們人類已經進入到21世紀了 應該說這個已經是人類的一個共識 各個民族的平等 但是在這個我們知道 在追求民主和民族平等的問題上 尤其是在對於一個專制中來說 實際上是非常艱難的道路 所以中共已經 這個不僅它是打壓藏人 實際上它也打壓像維吾爾人 蒙古人和一切在中國的少數民族 同時它也打壓漢人 所有的漢人當中的要求 這個分享權利 要求享有自由 要求有民主 民主權利的這些 不論是個體還是集體 都受到各種這樣的打壓 所以呢 現在我倒覺得呢 我們現在必須要明確一條 要想解決民族平等的問題 要想最終解決像西藏、新疆、蒙古的這些問題 實際上它的前提條件就是要結束一黨 一黨 公共的一黨獨裁 不結束這個狀態呢 這個應該說沒有任何一個民族 能夠享有一個平等的一個群力 所以最後呢 我覺得呢 這個叫做大阿拉馬尊者的這個中間道路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這個唯一可行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道路 所以希望呢 能夠這個道路呢 能夠在藏人、在漢人當中呢 能夠更多的去交流 去認識 然後呢 使得呢 西藏的問題能夠早日得到解決 另外呢 祝願大阿拉馬尊者的健康 長寿 長住人間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慈悲 拯救人類 謝謝 好的 謝謝李恒星老師 我們辦公室呢 一定會舉辦更多的障礙交流的活動 把尊者的中間道路的思想 也推廣給更多的華人朋友